氣候變化會影響玉米的生長嗎 全球暖化會造成一個米量的分布不均勻 玉米一缺水 葉片馬上就捲起來 一捲起來 光滋作用當然受到影響 然後更嚴重的是假設它是在開花塑粉的時候 會嚴重的降低它們受孕的功能 對啦 各位璇球大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核心協力救地球 我是朗祖雲 物價的波動大家一定都最敏感 油電雙漲之後就是所有的物價都跟著調漲了 然後你會發現很多吃的用的都跟著漲 尤其是吃的東西漲得特別的快 一顆雞蛋可能會從原來的三四塊漲到七八塊 甚至比物高的時候會到十塊錢 什麼時候吃蛋變成這麼大的負擔呢 而且你會發現這些吃玉米的雞 現在是什麼原因使牠們下蛋變得少了呢 是因為吃不飽嗎 玉米種不好嗎 是的 聽說我們的主角就是要來談談玉米 玉米欠收的原因到底是什麼呢 是跟氣候有關 還是栽種的方式有關 還是到底哪個環節出了問題呢 還是誰吃了太多了 讓這些動物沒得吃呢 我們一起來討論 一起來連香惜玉 好 介紹我們新的地球守護者 來歡迎我們的桃園幸福國小隊 環保小天兵就從我開始 Go 今天的地球守護者是曾鈺雅老師 帶著自己的兒子袁啟仁 以及兒子的朋友張檢育恩 張檢育成一起來挑戰 平常曾鈺雅會帶著兒子啟仁一起做環保 張檢育恩與張檢育成兩兄弟 也會跟媽媽一起做回收 今天他們來上節目 是否可以挑戰成功呢 好 老衛 原啟仁 你今天來是 媽媽帶你來 你是自願的還是被強迫的 自願 自願的 那你有沒有做什麼環保的行動啊 有那個 我在行銷的時候看到 前面那個垃圾的時候會把它撿起來 看到別人亂丟垃圾 你會撿起來 會做分類嗎 會 你想要吃什麼樣的玉米 怎麼樣烹調的玉米 我喜歡吃生的玉米 生的玉米 現在有這個水果玉米很好吃 今天我們一起來討論 這個玉米的問題 我們要請到這位專家 這專家是非常厲害的 我們要請到我們台大的教授 致力於我們農產跟農業的發展 對於這個育種跟未來的這個栽種 都有很先進的概念的 我們的郭華仁國教授 你好 歌華仁台大農業學系教授 致力於研究台灣古物產業發展 研發適應未來氣候的古物 及一種範圍 好的 介紹今天的遊戲規則 今天各位如果你們答題能夠超過10分的話 就可以讓我們現在看起來 你看這邊好熱喔 橘橘的天空 我們會變成藍天白雨 會很舒服的 然後第一個階段的問題是快問快答 每答對一題有一分 然後呢題目回來以後五秒鐘討論的時間 然後直接說出來答案就可以了 好不好 好 可以喔 那我們要開始囉 好不好 好 到底玉米是用來煮的還是用烤的 還是用煎的還是用炸的呢 看看我們今天出的玉米題 隨著全球暖化 全球極端天氣發生頻率增加 當玉米處於多少溫度以下 就會抑制生長呢 1 4度 2 15度 3 20度 20度是嗎 3 請作答 3 3 20度 對 還是錯呢 答錯了 稍微高硬一點 15度以下就會抑制生長 沒關係 下一題 極端天氣下的高溫和熱浪 對玉米栽重會造成什麼影響 1 熊碎枯微 2 延遲開花 3 子力數減少 4 以上肌勢 請作答 4 好 以上肌勢 好 是嗎 答對了 4 的確喔 極端的天氣不晚高溫低溫的熱量 等等的都會對它造成雄尾枯蕊 岩石開花 子力數減少這樣的現象 好嚴重喔 真的很嚴重的影響它的生長喔 來 下一題 全球短化可能造成乾旱增加 對還是錯 對還是錯 答對了耶 怎麼那麼厲害 哇 你看我們年紀最小的玉恩回頭看 肯閣人士好崇拜 你怎麼知道 好 那我們來請教專家 氣候變化會影響玉米的生長嗎 是的 目前人類面臨的一個問題就是全球軟化 那全球軟化會造成這個雨量的分布不均勻 以我們台灣來講 夏天雨越下越多 冬天會嚴重缺水 所以氣候變遷就是有兩個問題 一個是高溫 一個是缺水 那缺水呢 玉米會面臨的問題就是剛剛小千斌講的 就是光合作用會受到這個影響 為什麼因為玉米一缺水 那個葉片馬上就捲起來 那一捲起來光合作用當然受到影響 然後呢更嚴重的是 假設它是在這個開發授粉的時候 那會嚴重的降低它們的受孕的這個功能 就產生了玉米不孕症 是的 這個是缺水的影響 是 那溫度呢 其實玉米是一個熱帶作物 它喜歡高溫 但是呢 溫度一超過35度內 那麼它的種子就沒有辦法解釋 太熱了 是的 太熱了 然後這個更高的溫度的話 整個玉米會受傷 就變成它完全可能沒有辦法生產 是的 甚至乾枯對不對 是是是 玉米的影響層內到底有多廣呢 我們再繼續往下問 來 下列哪個國家的玉米產量 賺全球百分之四十二 一 一 八七 二 美國 三 中國 美國 美國 好 美國 對 還是錯 哇 這麼有把握 好 來 我們再出下一集 2012年 美國哪一州 因為嚴重感慨與熱浪 導致玉米欠收 帶動美國物價上漲百分之三 以及全球物價上升 一 佛羅里達州 二 加利福尼亞州 三 愛荷華州 好 答案是 一 佛羅里達州 對 還是錯 對 還是錯 是愛荷華州 好 來 下一個題 同樣是2012年 非洲哪個國家 也因為旱災和雨季延遲 造成玉米產量大減百分之七十七 人民面臨嚴重的飢荒威脅 一 賴索脫 二 甘果 三 甘比亞 請做答 一 一 賴索脫 對 還是錯 答對了 賴索脫 因為它的這個乾旱 雨季的延遲 造成玉米產量呢 減少了百分之七十七 都不夠了 所以人民就面臨了非常嚴重的飢荒 好 那現在我們要請教了 這個玉米的欠收 對全球物價 居然可以產生這麼大的影響嗎 是的 因為全球玉米生產最多的就是美國 然後呢 美國也有很多的玉米呢 大量的出口給其他國家 包括台灣 前幾年 美國每一公頃呢 還有八千公斤到一萬公斤的產量 但是在2012年呢 只剩下七千多公斤 差很多耶 差很多 是 對 而且我這邊也有個資料就是說 在2012年7月台灣進口飼料玉米的價格 已經漲了三成了 是的 是的 我們這個台灣過去大概一公斤進口的價格 五六塊吧 去年的時候呢 已經漲到十幾塊 十塊了 差很多耶 這是一倍兩倍 一倍到三倍的翻漲 一倍 大概一倍 將近一倍 好辛苦喔 那既然呢 雞要吃飼料 雞的飼料漲價了 那雞的成本 就養雞的成本變高了 是的 那所以不管是雞肉或是雞蛋 當然相對的也就跟著漲價了 好 這樣了解了嗎 好 來 我們看下一題 美國每年生產的玉米 百分之三十八的用途是 一 是做生殖酒精 二 出口 三 是乘飼料 出口 出口 請作答 出口 二 出口 對 還是錯 答錯了 這是一個你們可能比較不熟悉的一個範圍 它製成生殖酒精 這個酒精要拿來幹嘛呢 我們繼續往下問 2012年美國玉米欠收 引發聯合國建議調整政策 主要原因是 一 美國物價飛漲 二 全球染荒危機 三 製作生殖酒精用於耗能 四 以上皆是 三 四 四 四 以上皆是 對 還是錯 我們請教一下專家 在美國的玉米用途 它這麼大的料拿來做生殖酒精幹嘛呀 在美國呢 不但人要吃玉米 動物要吃玉米 兩車子也要出玉米 因為這個現在石油很貴 所以這個美國人呢 就把玉米拿去生產酒精 然後政府規定呢 這個汽油裡面要有這個百分之十呢 要加入酒精 所以使得這個玉米的需求量 暴增了很多 對 但是因為聯合國反對的原因 是因為製造成本太高了 製造成本高 然後這個又是跟我們人 跟動物爭糧食 對 所以呢 聯合國就制定了新的法規 好 我們來看看這個階段 小朋友們 到底是拿到了幾分呢 五分耶 還不錯 有沒有人想要加分的 好 啟人 來 你要問教授叔叔叔什麼問題 老師為什麼台灣不自己只種玉米 對齁 為什麼自己不種 不是喔 這個問題非常好取人 我們台灣以前種玉米的 而且是有八萬公頃的面積呢 來種玉米非常多 可是呢 這個我們生產成本比較高 所以在過去呢 政府是用補貼的這個方式 這個來收購這個玉米 可是呢 我們要建築這個WTO 所以這個補貼的政策呢 就被迫取消 所以我們現在生產成本 比不上這個進口的成本 是 哎呀 很糟糕耶 怎麼辦 可是自己種的又不夠 剛剛您說這個問題問得不錯 給分嗎 這個當然要給分了 好 恭喜我加分了 好 我們接下來要來看一段影片喔 這個影片呢就是說 我們來看一下喔 對 我們這個中國 他們栽種這個玉米的狀況 事實上他們有很 尤其在這個黃土高原那裡 種了很多的玉米 還有一個就是葵花籽 我都有親眼看到 那這個玉米栽種的狀況 是不是也受到現在的 這個天后的影響呢 我們等一下來看影片 小朋友注意看影片喔 因為題目跟答案都在影片裡面 等一下回來的時候 寫答案是用手寫板把它寫下來 然後呢 每一題有10秒鐘的思考的時間 寫下來的時候就不計時了 你就可以慢慢寫 好不好 那我們一起來看影片囉 好嗎 好 我們一起到甘肅走一趟 甘肅位於中國西北內陸的面積 是台灣的12.6倍 但是降雨量只有台灣的1.6% 以弱立香為例 這裡一年的降雨量約為240厘米 全年水分蒸發量卻高達1800厘米 風多雨少十年久旱 人畜飲水困難 是黃土高原 極為貧困的地區 農民全年的收入 只有新台幣一萬五千元 今年就七月份以前可以說就是沒有異常有效雨 它就下一點點 沖波的時候 那個窮眾們都有都希望很大 但是在這個下收的時候他們就絕望了 他們只能是看著天感到這個叹息了 落地以前年年豐收 但因全球氣候異常 有效降雨的頻率逐年減少 小米也了解 靠天吃飯還得靠後天努力 從2007年我們開始給窮眾們推廣一種新技術 就是那個全龍雙毛勾撥技術 有兩個小勾整個這個用塑料薄膜 把這個土地全部覆蓋完整 就下一點雨的時候它就寄到這個小溝裡邊 農作物就在這個小溝裡邊播種 而這技術也讓若利種植的 像玉葵及玉米收成變好 使農田節水增產 因此只要降雨 就能有效的將水量積蓄在土壤中 自然降水有效利用 是漢作農業的一大創新技術 也為若利的漢作農田找到一線信號 好我們現在來問問影片題準備好了嗎 好來問問題 甘肅位於中國西北內陸 面積是台灣的12.6倍 但是降雨量只有台灣的百分之幾 好對還是錯呢 答對 好我們再解答 甘肅位於中國西北內陸的面積 是台灣的12.6倍 但是降雨量只有台灣的百分之1.6 好很少喔 好我們再跟下一個問題 影片中 坐綠縣農民運用哪種東西 有效收集水分 種植玉米和像玉葵 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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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來看看正確的解答到底是什麼呢 有兩個小桌 整個這個用塑料薄膜 把這個土地全部覆蓋完了呢 好 沒有關係 這個地方呢 各位小朋友你們得到了2分 有一個加了2分的機會 還不錯 好 來 沒關係 我們要你們有加分的機會 有問題想問嗎 好 然後玉成來問教授 電視儀的烤玉米很貴 這跟美國拿玉米做的 我們要有關係嗎 是喔 玉成剛剛有很仔細在聽喔 這一個 可惜答案不是啦 喔不是喔 把這個玉米當酒精用是在美國 可是呢 我們在台灣吃的這個玉米呢 是我們台灣自己種的 喔 我剛剛講我們進口很多 那主要是來做飼料 那為什麼自己種的那麼貴呢 食用的本身它比較金根 所以它的這個成本 一定會比這個飼料玉米要高 高很多 而且呢我們台灣的生產成本都很貴 那當然會比較貴一點 那這問題算不算給分 好多小朋友都好緊張喔 來 給你 他給你分錯耶 好 好 那接下來喔 我們就要來考考我們的媽媽跟小朋友 在今天呢 在關於我們這個 蓮香喜慾的玉米的主題裡面 對玉米的認識有多少呢 玉米可以做些什麼呢 我們一起來實作一下 現在來進行我們的實作題 就是我們有這麼多這麼多 不同的玉米的種類 有些是可以吃的 有些是做飼料的 有些呢是可以拿來做零食的 哇 好多喔 那我們現在就讓小朋友來仔細的分一分 到底玉米呢 我本來用一個黑白猜一下 到底誰是應該在哪個共格裡面 你答對一個 有一分 好 每一個小朋友呢 我們就出來選擇 你覺得它是什麼的 一人打兩題 看看你們的分數如何 計時一分鐘 請開始 生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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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 用個棒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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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的動作非常地快 不到一分鐘 我們來看一看 三位小朋友你們的答案對不對 來看 爆米花選擇的是爆裂型的玉米 是不是爆裂型的玉米 你答對了 好 我們請問一下教授 好 它真的是就是會這樣爆裂的那種玉米嗎 是的 這個爆玉米它的特點就是它的殼很硬 所以我們在烘的時候呢 蒸氣壓一高它還是不會破 那要爆一個連接管它整個就裂掉 這題很好 來 我們來看看生息玉米 他們選的是生食的珍重 所以我也是我人的 所以我知道是你選的啊 我們來看看對不對 是的 好 生食玉米 為什麼這樣的玉米可以生食呢 這個玉米本來就可以吃了 這個生食玉米基本上 其實也是甜玉米的一種 也是甜玉米的一種 也是甜玉米的一種 只是它是不是皮更薄 更薄更甜更好吃 更甜 好 我們來看看 育成你的答案如何呢 這個飼料玉米是拿來做飼料的 答對了嗎 答對了 這個飼料玉米長得好像 跟我們一般食用的不太一樣 它不像我們吃的那麼飽滿耶 我們吃的飽滿是因為裡面充滿水分 是 這個已經稍微乾燥了 乾燥過的 是 它已經乾燥了 他們有些就是像餵食的時候 他們吃乾燥了就可以了嘛 對 對不對 也比較不容易壞掉 好 來看看 青鴿玉米是不是 真的是拿來當飼料的呢 是不是 你覺得是不是 是喔 好 我們看看 嗨了啦 答對了 真的啊 這個就是完全新鮮的樣子了 青鴿玉米 它這個 玉米還沒有完全成熟的時候呢 就把整株把它割起來 連葉子幾乎全部都吃 全部都可以吃 是的 這個青鴿玉米 真的這麼好 這麼方便喔 這邊都是玉恩打的 玉恩你覺得你打的對不對 白玉米 白玉米是用吃的嗎 白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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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那最後一定是甜玉米了吧 看看食用的是有什麼呢 甜玉米 你去做一個搭對 哇 小朋友好厲害啊 那所以剛剛我們看到的這個 白玉米跟甜玉米 他們的種是不一樣的嗎 呃 品種不一樣 早期這個我們人吃的就是一種白玉米 對 白玉米 那要等到四十年前呢 才開始演進甜玉米 對 小朋友這裡拿到了六分喔 想不想知道總分有多少 想不想知道 想不想知道 好 那我們就一起來看看 我們的很可愛 辛苦國小的小朋友 這次總分是多少 能不能藍天白玉呢 看看吧 我想我們大家從來都沒有想過 玉米這樣一個清明的一個食物 居然它也會面臨危機 所以呢 我們要珍惜大自然給我們的資源 當然我們也要回饋的 給大自然的就是 我們真的要認真的來做節能減碳 不是光是掛在嘴巴上的口號 那我們現在一起來看看你們的分數囉 好 來 請看 一個燈 兩個燈 三個燈 四個燈 五個 六 七 八 九 有沒有變十個 有 恭喜 十一 還有沒有 十二個燈 還有沒有 十三個燈 再來 十四個燈 還有沒有啊 十五個燈 哇 十五個燈 分數非常的高 來 感覺一下 你看 剛剛看起來 橘橘的好熱的這個現場 已經不一樣了 變得像藍天白玉一樣的清爽 今天的桃園新浦國小隊 問答題答對了十三題 再加上主動發問的加分 總共得到十五個燈 成功幫助地球站溫 你也想來守護地球嗎 趕快來報名吧 謝謝你們 也謝謝曾媽媽 平常這種熱心的貢獻 讓我們小朋友都得到很多的關懷跟愛護 也謝謝你帶他們來參加這個遊戲 來 製作單位要製造你們環保的鋪滿 請到這裡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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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後我們要請我們的郭教授 來我們觀眾這個環保的鋪滿 然後將來呢 把這個省下來的資源水分配往 謝謝 節能下來的錢存下來 這個鋪滿將來還可以製造給 致力於做好環保的三位 或者是機構 謝謝 讓我們永續地來做好環保 好的 鋪滿回去可以省錢 謝謝 好 各位小朋友我們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我們要送給各位呢 經典雜誌一年份 然後媽媽也可以當作是一個導徒 可以帶著小朋友認識更多的大自然 更多的地球 更多的資源 更多的學士 恭喜你們 然後我們也要謝謝郭教授今天 給我們很好的一些訊息 那各位各位如果你想要跟他們一樣 報名參加的話 各位老師也想向小朋友 到現場來學習更多的環保知識的話 請組隊報名 各樣的組合都歡迎 讓我們大家一起來 同心合力 救地球 好 非常謝謝大家的收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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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謝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